有猫先打猫围场 谁能想到开局的四个盲盒当中 有一个江王博士呢 而且一五路是天然的突破口 这波巷子虎吃的可太爽了 直接把赤路给打通了 这一关的地图是对称的 啊 啥玩意儿 这寒冰射手啥玩意儿 怎么吐了一个玉米加龙炮呀 没关系 咱们先把二路的巷子回来拿到手 哎呦 我发现了 是仙人掌吐的加龙炮呀 而且二路还出了一个大蒜 咱们半五僵尸招了 去了三路那就没了呀 江王博士要下来了 兄弟们 这一波 我准备删定我所有的驾档 来保护江王博士 现在只有二三四路有输出 咱们只需要在二三四路疯狂的放盲盒 给江王博士挡住就行了 但是江王博士顶住啊 快点突球回去 我们僵尸还是蛮多的 伤害可以顶得住 啊 但是仙人掌是穿透伤害 哎 等等 我放了这么多盲盒 再出一个江王博士 这不过分吧 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呀 二三四路咱们暂且不提啊 这一五路的巷子回我该怎么吃呢 现在一五路没有伤害了 即使咱们有盲盒也变不了身啊 变不了身这个大蒜咱们就没法搞定啊 不过我看到二路有一个机枪射手 看看能不能把一路的大蒜给打掉 我去这波江王放了双小丑 直接把一二路给炸没了 但是我不明白啊 没人打我大哥 我大哥为什么会死呢 机枪射手 别打玉米加龙炮 这个玉米加龙炮我感觉非常有用 一路已经可以通关了 哎 还有小丑 我去这玩意儿被弹回去了 哇 这玩意儿要是投五路巷子葵的话 那就舒服了 现在咱们在一路可以放一个通关 这个玉米加龙炮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兄弟们 刚才咱们又说了 五路没有输出植物 所以咱们盲盒那变不了身 那这个加龙炮就完美的解决了咱们这个问题 可惜了 是个坚果僵尸 现在咱们只需要来一个能解决大蒜的僵尸就可以啊 什么带的二爷撑杆跳巨人冰车投资车都可以啊 但是我发现三路不仅有大蒜还有仙人掌 这里面的仙人掌非常厉害的你看 哎 不过咱们来了一个红眼巨人能不能把四路的仙人掌给砸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我要打四路呢 因为我发现三五路这个大蒜 而且三路还有仙人掌 打三五路不如在四路堵点东西 现在四路已经没有东西了 咱们现在六百阳光在四路全放盲盒 总会出一个五王盲盒的吧 爷爷爷的奶奶的爷爷一个都没有 没关系我还有绝招 如果没有这个玉米加龙炮的话 此时此刻咱们已经输了 那如果我用玉米加龙炮炸出一个王呢 那就王来 完了 哇他们要说的王来是五王不是江王啊 这种情况来江王有屁用啊 咱们都没有僵尸给他打伤害了 哎 很难受这低头的话 仙人掌两下就能打死家王 不过现在咱们还有一点点机会 四路还有一个盲盒 咱们这样吧 玉米加龙炮直接炸中间 顺便把二路堵盲盒也炸一炸 王来 有毒有毒 今天这个家王博士真的有毒兄弟们 这仙人掌太厉害了 咱们还干不掉他 只能炸炸盲盒了 但就算运气好多出几个江王也没用啊 哎 我去机枪射手 能不能把仙人掌给打了 机枪射手的尿分杀是可以打到仙人掌的 咋了 江王不是下来了 机枪射手 这把能不能赢就看你了 别别别别 完了 这把是彻底娘了 我的注意力 光在机枪射手身上去了 没想到江王博士在四路 给了我一个惊喜